天下战乱已久,各地方割据势力互相争夺土地,京南所辖的十个州限,在唐代末年被各方侵占,高继兴赴任时,他的辖境仅仅剩下江陵一个城,而且凋敝不堪。 高继兴于是招抚民众,鼓励他们回到家园,从事农耕,同时,他礼遇并重用有才之人,任命尼可福、报堂等人为将帅,加强军备和城防,又任命梁振等人为宾客,为他出谋划策。 几年之后,江陵重新变得欣欣向荣,民众也多安居乐业。 太祖驾崩后,即位的梁墨帝生性多疑,对藩镇大臣都心怀猜疑。 同时,朝政受到奸臣的控制,赏罚不明,军臣逐渐离心离德。 高继兴眼见梁墨帝师德,梁国的国势也日渐衰落,于是心生不成之意,图谋巩固自己的势力,割据一方。 他大肆操练士兵,并修制城池,设置廖望楼。 等到兵力强盛后,他就率兵攻打龟,辖二州,然而蜀地的守将王宗寿,深有谋略,将高继兴击败。 高继兴于是转而出兵攻打襄州,却声称是就梁公进。 结果他再次败北,被孔勤击败。 秋山晚翠屠州,五代,关同。 两次失败后,高继兴从此也就多年,不再向朝廷进贡。 梁墨帝当时势力逐渐衰微,于是只好纵容他,并封他为渤海王,赐予龙桃王冠和佩剑。 真明三年,917,高继兴才重新向梁国进贡。 朝见唐廷。 梁国灭亡以后,唐庄宗进入洛阳,下诏抚慰高继兴。 当时,庄宗因为刚刚胜利,兵封势不可当,司空勋等人都劝高继兴到京师朝拜,向后唐表示顺服之心。 梁震却独持异议,说,梁唐世代都是仇敌,在黄河两岸血战将近二十年,现在皇上刚消灭梁朝,而你是梁朝旧臣,手握强兵身居重镇,你若亲自入朝,一定会沦为俘虏。 高继兴不听从他的意见,由三百骑兵护卫着前往洛阳。 唐庄宗果然想扣留他,郭崇涛觐见说,唐刚刚得到天下,应该以信义招视天下人。 现在四方的诸侯纳贡,也都只派手下的将领前来,而高继兴亲自来朝见皇上,皇上应该优待他,以鼓励后来人效仿他。 若将他扣留,天下人会觉得我们心胸狭窄,四面八方本来想要归顺我们的人也会就此止步。 唐庄宗于是作罢,赐予高继兴厚礼,让他回去了。 唐庄宗曾经问高继兴说,我已经灭掉梁朝,接下来想争讨吾,属两帝,应该先攻打谁呢? 高继兴说,应该先攻打鼠地,请让我率领本道军队打先锋。 唐庄宗很高兴,用手拍他的背,高继兴于是命令绣公将唐庄宗的手印绣在衣服上,回去以后把这当成荣耀。 高继兴走后,唐庄宗后悔放了他,秘密照领襄州刘迅算计他。 高继兴到达襄州后,心神不宁,于是趁夜夺路而逃。 而密照第二天才送达。 高继兴回去后对梁振说,我没听你的话,差点不能活命。 我前去朝见是过失。 皇上将我放海也是过失。 皇上常常夸耀说他曾经亲手抄路春秋,又说我于手指上得天下。 他如此交劲,又沉迷于游乐狩猎,不理正事,我可以不必担忧了。 同光三年925,高继兴被封为南平王。 魏王李济吉攻破蜀地后,缴获金箔四十多万,从辖州而下,而唐庄宗在京城变乱中被杀。 高继兴听说后,将蜀中缴获的财物全部拦截,并杀掉使者寒拱等十多人。 弃唐头无。 当初,唐兵讨伐蜀地,高继兴请求率领本道军队公取奎、中等州。 庄宗于是任命高继兴为狭路东南面招逃使,但高继兴却不曾出兵。 魏王破蜀以后,唐明宗即位,高继兴请求唐明宗、江奎、中等州化作他的蜀郡。 大臣们都反对。 高继兴多次奏请,唐庄宗迫不得已只好答应,但对于朝廷派遣的刺史,高继兴却拒不接纳。 唐明宗于是任命湘州刘迅为招逃使,攻打高继兴,没有攻克。 后来将领西方叶攻克了奎州等三帝,高继兴于是献出京、归、辖三昼向吴国称臣,吴国册封高继兴为秦王。 天成三年928冬天,高继兴去世,终年71岁,嗜好为武姓。 卷七十。 东汉世家。 刘明本是贪酒好赌之徒,在他的包凶及后汉高祖刘之远即位后得以显贵。 后来,书密使郭威及周世宗控制了朝政。 郭威称帝,刘明也在太原称帝,建立北汉。 北汉向辽国起源,与辽国约为父子之国,并与后州战争不断,但胜少败多。 郭威去世之际,北汉难攻后州,却被后州失踪打败,刘明仅率摆于旗,穿着农人的衣服,狼狈逃走。 经此一役,北汉元气大伤,无力难下,而刘明亦忧愤成疾,不久去世。 结怨太祖,刘明是后汉高祖的胞弟,原名叫刘虫,他年少时不务正业,贪酒好赌,曾经被脸上赤字后发配军营。 汉高祖登上帝位后,任命他为太原尹,北京留守,同中书门下平章室。 汉隐帝时,多次升官,最后当到中书令。 汉隐帝登位时,还很年幼,大臣主政。 当时,周太祖担任书密使,刚刚平息三镇叛乱,立下汉马功劳。 刘明因为和他向来不和,为此深感不安,于是对判官郑公说,皇上年幼弱小,大臣当政,而我和郭公不和,不知道日后会怎么样呢? 郑公说,后汉的朝政快要乱了。 晋阳的军队雄霸天下,而且地势显固,依靠十个州的赋税,也不用担心军饷供应。 您是皇室的人,应该趁早谋划对策。 刘明说,你说中了我的心思。 于是,不再上交赋税,同时广招天下豪杰之事,还让成年百姓入伍当兵。 三年后,周太祖在魏州起兵,汉隐帝被杀,刘明于是谋划起兵。 周太祖从魏州进入京师,反叛之心众人皆知,但因为后汉大臣还没有接受他,因此不敢马上登上皇位,于是他禀告后汉太后。 请求拥立刘明的儿子刘云,并派宰相冯道迎到徐州迎接刘云。 人们都知道,这只是周太祖的权宜之计,只有刘明很高兴,说,我的儿子当了皇帝,还怕什么呢? 于是他立刻休兵,派使臣前往京师。 周太祖出身低贱,脖子上刺有飞雀,世人因此都叫他锅雀。 周太祖见了刘明的使者,臣说了拥立刘云的意愿,又指着自己的脖子,对使臣说,自古以来,哪有脖子上刺纹身的皇帝? 希望刘公不要怀疑我。 刘明信以为真,十分高兴。 太元少尹李湘对刘明说,姓郭的起兵造反,是想当皇帝,绝对不会再拥立刘家的人。 接着劝刘明率兵控制孟金,静候时机,等到刘云灯未后再休兵不迟。 刘明大骂道,李湘这个迂腐的家伙,想离间我们父子的关系。 下令左右的人将他推出去杀了。 李湘临行前,感叹说,我替愚蠢的人出谋划策,难怪会被杀掉。 不过我的妻子病重,一个人活不了,请把他也杀了吧。 刘明于是将他的妻子也一起杀了,还把这事上报朝廷,以表明自己没有异信。 不久,周太祖果然篡位,将刘云将级,改封为香阴宫。 刘明派牙将礼便送信给周太祖,请求他让刘云返回太原,而此时,刘云已经死了。 刘明痛哭,为李湘修建祠庙,逢年过节都去供奉他。 建立北汉 广顺元年951正月,刘明在太原登上皇位,任命判官郑巩,赵华为宰相,并派遣通世摄人礼便,出使契丹。 契丹永康王悟玉和刘明结为父子之国,刘明于是派宰相郑巩送信给悟玉,自称职皇帝。 悟玉也册封刘明为大汉神武皇帝,册立刘明的妻子为皇后。 悟玉性情豪爽,每逢汉的使臣到来,就酒肉伺候,郑巩本来就生了病,醉酒而死。 然而悟玉听说刘明自立为皇帝,对中原地区战乱多是庆幸不已,于是派人带着他钟爱的黄流马等其真一宝回访。 不久,悟玉被树闸杀害,树律即位。 刘明派人出使契丹,请求树律发兵进攻周国。 树律派萧与决领兵五万,援助刘明。 刘明从阴帝进攻进州,被王骏打败。 这一年,天气十分寒冷,刘明的军队饥寒交迫,死伤过半。 第二年,刘明又率兵攻打辅州,又被打败。 周太祖驾崩,刘明听说了十分高兴,又请求契丹派兵支持。 契丹于市派杨滚率领铁骑兵一万人,各部落士兵五六万人援助刘明。 刘明以张元辉为先锋,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攻打陆州。 陆州里云派木令军率领三千兵士在太平易营战,张元辉大败木令军,将陆州包围。 兵败优死。 这时候,周世宗刚刚即位,他认为要杀灭刘明的锐气,自己应该亲自出征。 宰相冯道等人都说不行,但周世宗逐意已定,十分坚决。 于是,显得元年954三月,周世宗亲自率兵在高平和刘明的军队大战,他兵分三路。 有李重进等统领左路军,樊艾能等统领右路军,向迅,史燕超居于中军,张勇德则率领进兵保护周世宗。 刘明的军队也分成三路,张元辉在东军,杨滚在西军,刘明居中。 杨滚远远望见周国的军队,告诉刘明说,敌人兵力强劲,我军不能轻举妄动。 刘明生气地说,机不可施,不要乱说。 杨滚气愤地离开了。 刘明下令东军打头阵,王德忠劝阻他说,南风很猛,对北军不利,应该等风平息了再出兵。 刘明大怒说,你这穷酸的老书生,不要乱我军心。 随即命令张元辉攻打周世宗的右军,两军刚毅交战,周军将领逃跑,起兵随即乱作一团,几千步兵都放下武器,投靠了张元辉。 刘明的士兵高呼万岁。 深圳山谷。 周世宗十分惊骇,于是亲自独战,将士们受到激励,拼命战斗。 这时,南风瓜的郁佳猛烈,刘明亲自挥动红旗,下令收兵,而周军乘胜追击势不可当。 刘明的军队被冲击得七零八落。 日暮时分,刘明聚集了残兵败将大约一万人,依靠山剑就地休息。 周军的后军随后赶到,乘胜追击,刘明再次大败,弃甲和车辆等都被周军缴获。 刘明独自骑着弃丹馈赠的黄流马,从雕刻岭的山间小道逃走,夜里却在山谷中迷了路,结果走错了路奔向平阳,后来又从其他的路绕了回来。 张元辉已经战死。 杨滚对刘明十分愤怒,在西边按兵不动,因此得以全军返回。 刘明回营后,将他的座骑黄流马封为自在将军,以金银装饰马舅,用三瓶马料饲养。 周世宗在陆州整顿军队,大燕将士,斩杀败将七十多人,军威大振。 接着,周军进攻太原,派福燕青等人在北边控制新口,截断契丹的援兵。 太原城方圆四十里,周军在距离城墙三百不远的地方,形成包围圈,但直到两个月后仍然攻城不下,而福燕青等人被契丹打败,使燕超也战死,周世宗急忙班师回朝。 当初,周军围城的时候,刘民派王德忠送羊滚回契丹,并趁机再次向契丹请求援兵,契丹派出几万骑兵援助刘民,让王德忠先回来。 王德忠到了戴州,戴州将领桑规杀掉防御使郑楚谦,现成投降周世宗,并将王德忠送到周国。 周世宗召见王德忠,问他,契丹派遣了多少援兵,王德忠说他只是送羊滚回去。 没有请求援兵,周世宗相信了他。 不久,契丹的援兵在心口打败福燕青,王德忠于是被杀。 刘民自从在高屏战败,不久就被围困,他因此忧郁成疾,在第二年11月去世,终年60岁。 菩萨头像,五代。 此菩萨头像虽为残骗,仍可见其华丽丰盛的官室, 脸形已从婉堂的肥胖逐渐向北宋的清俊,娟秀发展。 本卷完,感谢聆听。 坐下来吧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